在11月1日,以蘭縣長林茲廟,帶領大家點下平安許願燈之後,以蘭縣郊西鄉吳沙澤蘭宮,仇恩奇安法會也進入尾聲,由於疫情的關係,以蘭縣今年停辦2021年蘭陽媽祖文化節繞進祈福的活動,而郊西吳沙澤蘭宮,則是舉辦了5天的仇恩奇安消災,安隆殿土慶城法會,大會共準備了8600斤的米, 光眼前這隻米龍就有1100斤,而這場法會同時也進行了甘露化石、普世度化等儀式,古沙澤蘭宮管理委員會主委尤建復表示,由於這次沒有辦理蘭陽媽祖文化節,但從千人點燈和信徒的祭拜,都看出大家對於媽祖信仰文化的重視,由於今天是活動第5天,也是活動的最後一天,廟方也祝福宜蘭縣風調雨順, 平安順心 記者凡德惠宜蘭採訪報導